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6月份的12星座运势哦 那最近会比较忙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一边在做这个下半年的星座运势提醒 会在6月初的时候呢 在我的频道上 大家要记得来看哦 那关于这个6月份的星座呢 我们来简单聊一下哦 水星运行在金牛座呢 其实会到6月3号就结束了 所以呢 6月初呢 大家就多忍耐个三天呢 等到水星运行结束之后呢 很多问题呢 就会慢慢的解决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会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星座哦 像是6月26号到7月9号的火星与冥王星的四分项 这个四分项呢 在传统占星术上是一个大凶的一个征兆 会跟战争啊 或者是呢 使用核子武器啊 大量的这个火焰啊 或者是爆炸有关系哦 那当然期望不要是发生这些事情了 另外呢 是从6月5号开始呢 土星呢 会在水平做逆行 6月28号开始呢 海王星会在双鱼做逆行哦 加上呢 目前正在摩羯做逆行的冥王星 这个月里头呢 其实会有三颗星呢 慢慢走到一个逆行的状态哦 所以在月底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带给大家比较大一点的压力哦 那这个6月呢 当然不是只有负面的星象 正面的星象也是很多的 有很多好运呢 可以好好把握 我会在今天的影片当中呢 帮大家一一的做介绍哦 好的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6月份当中 12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6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6月份当中呢 其实头脑很聪明 表现相当的好啊 可是职场上的口舌是非是还蛮多的哦 这个月里面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可以好好把握 运气很好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因为呢 金星天王星还有冥王星的角度都还蛮棒的哦 会带给摩羯座的你呢 很多的创意 也会让你的才华呢 可以在职场上充分的发挥 加上你的头脑呢 相当的灵光反应很快速哦 如果你是从事文创业、科技业、研发业、表演工作、歌手、YouTuber、艺人、艺术家呢 其实都会有很优秀的一个表现哦 不管是在处理一些专案或者是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呢 都会做得相当的棒哦 那也会让你在这段时间呢 可以说是发光发热 那这个月里头要小心一点的时间是6月11号到6月23号这段时间 因为太阳还有海王星四分像的影响 你的同事在处理工作啊 还有表达意见的时候都非常的自我哦 比较自大一点了哦 那和摩羯座的你呢 其实想法是差比较多一点的 在职场上呢 常常会有处不来的情况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和同事交办会交接一些业务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有疏忽或者是漏掉的地方哦 那出问题之后呢 就会互相指责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交办交接任何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摩羯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6月1号到6月9号 还有6月24号到6月30号 就是越初还有越底的这两段时间呢 小考考考考试的部分上 考验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只要摩羯座的同学们呢 多努力认真在课本上 那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哦 那在6月11号到6月23号这段时间呢 小考考考考考试方面考验就不太好了哦 那摩羯座的同学们呢是比较粗心一点的 粗错率也是比较高的哦 在考试的时候要记得好好稳定一下你的心情 保持细心跟谨慎 这样就会考出更好的成绩来 那在整个6月份当中呢 大考还有正常考试方面呢 考验上大致都是中等平稳的 有什么特别好或特别不好的情况 教摩羯座的同学们多多努力认真念书 在考试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哦 那对于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6月份里头呢 你是财运很好很会赚的一个月哦 其实在后半个月里头做投资 真的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因为投资运真的不太好 这个月里面呢 有几段时间是财运还不错 可以好好把握的时间哦 第一段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5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在金融商品相关的 投资理财运势上是还蛮不错的哦 很容易从投资理财这一块呢 赚到很好的一个获利哦 另外呢 在6月8号到6月25号这段时间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很容易拿到一些意外之财哦 偏财运是很棒的 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到一些很特殊的号码的话 隔天记得去买一张财卷哦 中奖几率是还蛮高的 最后呢 现在6月11号到6月30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上班族呢 有机会拿到加薪或者是奖金哦 那如果你是自己开店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 做直播带货 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整体的业绩呢 可以说是节节高升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有两件事情要比较小心一点哦 6月16号到6月23号的这段时间 是金融商品相关的理财投资运 比较不好的时间 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一定要思考清楚 另外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摩羯座的你比较喜欢享受 也比较爱玩了哦 花在吃吃喝喝啊 或是打手游方面 玩乐的这个钱呢 会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还是要控制一下花费的上限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呢 在6月23号到6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在不动产相关的投资买卖 还有房屋租赁方面的运势是比较不好的 做任何的不动产买卖 或者是房屋租赁相关的决定之前 一定要思考清楚 物件呢 一定要看得透彻一点哦 合约呢 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多看几回哦 另外在这段时间里面 破财几率也是有一点高的 特别是家用品家具家电的比较容易会有损坏的情况发生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6月11号到6月23号这段时间呢 交通运势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那如果摩羯座的你呢 觉得精神太差 昏昏欲睡的话 千万不要自己开车骑车哦 达成大众交通工具会比较安全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 酒醉假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记得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个月呢 我们会做的朋友们 健康是比较低迷的哦 6月11号到6月23号这段时间呢 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也要记得勤洗手哦 少抽烟 那也尽量少去公众场所 那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另外是在6月26号到6月30号 就是月底的这段时间呢 因为做的你呢 比较容易呢 撞到头部流血 或者是会有胃痛的情形发生哦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摩羊座的朋友们呢 你的吸引力是很强的哦 你是很有魅力的 那好桃花其实也蛮多的 如果摩羊座呢 你想要脱单的话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月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 6月8号到6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好对象好桃花出现在 你身边的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那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啊 你的好朋友 你的闺蜜呢 要帮你介绍对象的话 没错 你千万不要害羞 也不要推掉哦 他们会带给你的对象呢 其实条件都还蛮好的哦 一定要去认识一下哦 那如果摩羊座的你是正在追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话 这个月里面呢 记得展现出你性感的那一面哦 有身材就露身材 有腿就露腿一下哦 或者是呢 你可以给对方一些小小的惊喜 一些小礼物之类的哦 都会让对方呢 感觉到相当的开心 那感情上呢 也很容易会有很顺利很好的发展 那这个月呢 也是会有烂桃花的哦 6月16号到6月23号的这段时间呢 烂桃花也是不少的 那会出现在你身边的烂桃花类型呢 多半是想从你身上骗财又骗色的类型了哦 那摩羯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哦 你在上半个月呢 投入越多的爱越多的关怀呢 在下半个月呢 其实得到的回报就会越多哦 从6月8号到6月25号呢 金星这颗星星呢 会带给摩羯座的你很棒的好能量哦 会让摩羯座的你整个人呢 变得很浪漫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股能量哦 安排一些约会 安排一些小旅行 都和另外一半在生活当中 有一些亲亲抱抱啊 或者是多一点性生活之类的哦 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还是很浓厚的 就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 婚姻都更加的甜蜜 到6月下旬呢 因为太阳呢 会带给你的另外一半 很多的好能量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呢 他应该要好好的爱你 会对你有很多热情的回应跟感谢 那当然呢 你的另外一半有多少回应呢 还是要看你呢 在前半个月呢 给他的爱有多少 你的另外一半呢 才会给你多少的回报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在家庭方面要比较小心的是 6月23号到6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某些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哦 你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都容易和长辈爆发一些争吵 主要是你的长辈真的很强势啦 对你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呢 有很多的意见 相当的爱挑剔哦 所以呢 在月底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也没有几千啦哦 就尽量的多装忙 少跟长辈面对面 也少和长辈呢 聊一些太过敏感的话题哦 保持一个礼貌安全的距离呢 就比较不会被长辈找麻烦咯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